金融武俠天地 書劍恩壽錄 何時開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總是在身邊你我情難認 心 心似冰 遇著你也似了生命 何時開始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總是在身邊你我情難認 心 心已傾 難你 結局誰定 哥哥, 你到今時今日還不肯認我 你說什麼? 我們是親骨肉兄弟 哥哥, 你不用瞞我, 我什麼都知道 你… 你回海陵掃墓, 又大舉收足海堂 我就知道你未有忘本 你…你過來, 你過來和我一起照照 這塊站身大鏡 你見的, 你和我身材樣貌 除了年歲不同之外 每樣都是這麼相似 我們兄弟之間 先前因為互不知情 只有動刀動槍, 骨肉傷殘 父母在天之靈 看見這樣一定很傷心 幸好我們之間並沒有損傷 不至於終身遺憾 我本來叫你跟我去北京辦事 是你不肯去的 其實以你文武存在 加上有我提拔 入閣拜上, 指日可待 到時不一樣可以為國為民做事 你何苦要做些不忠不孝 大逆不道的事呢? 哥哥, 你明明是漢人 反而是幫外族統治我們 那算是忠嗎? 父母在世之日, 你不但沒有好好侍奉 朝堂之上, 父親日日跪拜你 那算是孝嗎? 你自己不忠不孝, 還想來教訓我? 我本來是不知道的 直到你們紅花會上任首領於萬庭 今年春天入宮見我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件事 老實說, 今時今日, 未看到真憑實據 我還是半信半疑 不過為人子者, 寧可順其有, 不可順其無 我才海靈掃墓 只是我們兩個容貌那麼相似 你已經不用懷疑了 那你想怎樣? 是不是想用我身世的醜聞逼我退位? 不是, 我想你仍然做皇帝 不過是做漢人皇帝, 不是滿清皇帝 那就是想我趕滿洲人出關? 沒錯, 你反正也是做皇帝 與其應賊作父, 受後人脫馬 為何不奮發英陽, 建立萬代不易的基業? 奮發英陽 你如今做皇帝 不過是成習祖先基業 有甚麼這麼奇怪? 假如有個農夫生為雍正兒子 而你生為農夫 那今時今日他就是皇帝 你只不過是農夫 你的皇位並不是自己爭取回來 要自己爭取? 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 人生百載, 縮乎而過 如果不建功立業 轉眼就與草木同夫 即使做了皇帝 好像漢獻帝, 明崇禎這些人 融融碌碌, 只能被取笑 我以為… 下面出了甚麼事? 大家小心, 有敵人 似乎有人來救你 劉爭, 小心 你剛剛還談笑風生 為何突然面色大變? 這兩個來救你的 似乎比白鎮武功更高強 看來你身邊的高手都不少 你不用開心 只是來了兩個人 當今世上 恐怕沒有哪兩個人 可以打贏我們綠和塔上 那麼多高手 老太太, 我們不是此多稀少 你如今身陷重圍, 再鬥也沒用 能夠攻上皇帝這一層 你壞敗有榮 你說皇帝就是這一層? 是呀, 我是皇帝 我就是皇帝 救命呀, 救命呀 阿屁 拿來救命 阿屁 你這把短劍在哪裡行? 是朋友送的 甚麼朋友?你是皇帝的侍衛 他怎麼會送那把短劍給你? 天池怪俠是你甚麼人? 天池怪俠是晚輩的恩師 難怪你的招數這麼像他 天池怪俠, 雖然古怪 但也算是一個正人君子 你為甚麼當皇帝的走狗? 你把你師門的臉吊掉 你這婆子別胡說廿四 這位是我們陳總陀主 你們是紅花會? 沒錯 你們竟然投降給清朝? 紅花會行俠仗義 怎會對清廷屈塞? 老太太, 請你坐下慢慢談 不必, 你這把短劍到底怎麼得回來? 你認識翠羽皇衫嗎? 她的短劍就是霍青和姐姐送的 原來你也認識她? 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翠羽皇衫是我的徒弟 原來真是天山雙鷹, 兩位前輩降臨 晚輩不知多多冒犯 別在這裡認親認識 既然你們說大家是一家人 為甚麼是左頭左勢 不讓我殺了這個狗皇帝? 皇帝是我們捉回來的 就算殺也不輪到你殺 皇帝是你們捉回來的? 前輩有所不知 皇帝確是我們請回來的 起初我們誤以為兩位是大內侍衛 要來打救皇帝 所以才會跟兩位打起來 你早點說 當家的, 快下來吧 無信小輩, 既然是自己人 為甚麼用箭射我? 前輩別生氣 可能塔下的兄弟尚未知情 見你虎身出窗外 所以才會用箭射你 讓我跟他們說 是自己人, 不要放箭 原來是清兵 少爺, 有兩千億個清兵 正在殺過來陸禍塔 我的人正在來 趙三哥, 你去派人守住塔門 只要不讓他們衝進來就可以了 不必出去打探 準備 既然陳當家稱呼你為天山雙鷹 閣下一定是雪雕關師傅 在下久用大名如雷觀者 這位是鐵膽周仲鷹, 周老英雄 我也聽過你的名字 當家的, 你還不下來? 你在嘴邊幹甚麼? 陳老師父和無辰道長鬥緊劫 我們快點上樓上解釋清楚 好, 走吧 爹,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打法 他們兩個人…人影盤旋起舞, 刀光劍影 好像幾十把刀劍在揮舞似的 但是雙方一劍都沒有碰擊到 壞女兒, 我說你吧 就算爹這個老江湖 都沒見過這種場面 想不到江南也有這種人 道長, 是自己人, 請你停手 當家的, 他們是紅花會 爹, 怎麼他們不停手? 是不是聽不到? 他們不是聽不到 可能大家以盡全力 一時之間停不下來 如果自己一停, 對方停不下 就隨時會沒命 果然好劍法 好, 但我做一次壞人 兩位, 打罪人 果然好劍 我這把劍又被你報銷了 你敢斷我的兵器? 徒兄, 你不認得小弟嗎? 你? 你是棉女針? 正時小弟 你怎麼會在這裡? 大嫂, 多年不見 你的功夫越來越強 陸大哥, 見你真好 陸老弟, 你這把劍很漂亮 這把凝壁劍? 不過不是我 是我暫時待人保管的 不過如果不是靠這把寶劍 你們兩大高手鬥得難分難解之際 天下間有誰能拆開? 不打不相識 我幫你介紹紅花會各位當家 各位, 這位就是天山雙鷹的禿咒 陳正德, 她夫人, 雪雕, 關明媚 大家好… 好… 對了… 我只知道你們兩位在天山腳下 安享清福 為什麼今天來到江南殺皇帝? 你們都認識小徒, 霍青銅 事情也是由他而起的 皇帝派兵去打回報 菁兒的爹穆卓倫領兵抵抗 敵不過清兵人多, 連打幾個敗仗 後來清兵被人劫了糧草 那次其實是紅花會各位英雄 為了相助穆卓倫老英雄而劫糧 難怪菁兒送一把短劍給你 清兵輸了一仗之後 穆卓倫知道敵中我寡, 不能糾戰 所以和清兵已和 誰知道第二批糧草一到 兆衛又悔若進攻 滿清官兵, 原本就不守信義 穆卓倫英雄抵擋不住 百姓又捱得很慘 所以就請我們夫婦去幫忙 這些事本來我們都不想管 一天都是你了 什麼?一天都是我? 你看到那些回人被清兵欺負得這麼慘 你的良心安樂嗎? 你們兩個老夫老妻, 總是這樣的 三個人不在那裡吵架 也不怕被年輕兒子嘶嘩 大嫂…不要管她, 請你繼續說 本來我就想殺了大兵那個少衛 後來想想, 殺了那個狗屁大將軍 皇帝又會派那個弟過來 不如就索性殺了皇帝豈不是更好 我們從北京找到來杭州 誰知道他又去了妓院 去到妓院才發現原來他捐地道走了 不過, 我也奇怪了, 皇帝要捐地道走 原來是被你們捉了 什麼?皇帝是被你們捉的? 為什麼還不一刀殺了他? 郭家大事不是一刀一劍就可以解決的 我們夫妻離開回報的時候 說明不殺這個狗皇帝就不回去 既然你們不讓我殺 都要拿出本領, 叫我們心服才行 不如道長再次教幾招 如果我輸了, 我就馬上回報 毛陳道長見法雖然精妙 但是火候尚信老前輩一籌, 何必再比呢? 陳總陀主, 你又何必客氣? 李師父是世外孤人 那次和我的凡夫逐止動手 我只要向你領教 我更不是老前輩對手 我恩師平日經常對我說 他很佩服天生相應的 李師父佩服的是他, 不是我 當著這麼多新朋友面前 你嚇什麼乾燥? 阿托兄, 你們夫妻都六十幾歲 這件事吵了幾十年都還沒吵完嗎? 對, 阿托兄也會跟著這麼多新朋友 我會說, 哇, 只要有個宣傳 我才會想要做甚麼 我感到有關 我會想要做甚麼 我會想要做什麼 我會想要做這件事 我會想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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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的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的评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怕死有多难 这只是匹夫之勇 但是陶大侍 缺带乙 是非大勇者所不能为的 天下建大功 立大业之时 有没有是被人威胁而成的 当年唐高祖 在太原起兵之初 犹疑不决 全靠李世民帮他部署 才逼着起事 至于宋太祖 如果没有陈翘兵变 豈有黄袍家身 这两位开国之君 当初也不是自怨举事 但是后世何尚不尊敬他们 何况哥哥 你才能远姓李渊赵康仁 只要你决心恢复汉家天下 我们这么多草莽豪杰 立时听你指挥 我可以保证 他们从此决不敢对你不敬 不尽为神子之道 你所说的 都未尝不可行 至于我们红花会 只要见到哥哥你 将满清葫芦赶出关外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到时只求你准我归隐西湖 同众兄弟赏花聚咒 安享愿 不行… 有个成就大事 天下君政大事 都要有你辅助之徒 我们有言在先 一当大事成功 你必须准我退入 否则反而失了君臣之礼 兄弟之礼 好, 我们就去决定 哥哥你真的没有犹豪意? 没有, 只是我要委托你一件事 你们上任于总陀主有几件事文留在回报 据说是关于我出身的证据 你们拿给我看 如果证实我真的是汉人 我一定跟你们一起起事 那也合情合理 好, 我明天立刻亲自动身 去回报拿证据回去 等你回来, 你才入御林军办事 我就会升你总管 统率护军, 骁齐前锋三营 迟下再兼任京师九门提督 天下各省兵权 也慢慢交往我们汉人的手里 等我们来做兵部尚书 把八旗精兵分散到七零无惯落之后 我们就可以起事了 皇上隔夜谋心 皇上隔夜谋受大事不成 不过今日之事 必须和大家立誓为我 不得反悔 这程当然 皇上隔夜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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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结盟 我们一心辅助皇上 公徒大事 如有二心, 泄露机密者 天诛地灭 好, 请大家喝这碗盟酒 好 大哥, 大嫂 你们也喝一杯结盟酒 官府的话 就算说得再好听 我也不会相信 更何况是官府的头头说的 恢复汉家山河 是我们每个皇帝子孙 万死不辞的事 只要皇帝有此心 如果有用得着我们夫妇的地方 皇上, 陈总陀主 你送个信过来 我们这对老骨头赴汤道火 缺无半点含糊 至于这杯酒 我们是不会喝的 至于说有哪个狼心狗肺 富以杯盟出卖朋友的 这一幅墙就是他的榜样 两位老前辈虽然并未加盟 但和我们都是一条心 但愿皇上不可三心两意 忘记今日之谋 大家儘管放心 好, 我们大家送皇上出去 你们听着 快点过来迎接皇上 谢谢大家 哎呀, 我先来 我做你 一个女儿这个女儿 你看到陈红 喜欢了扫养多时的周老英雄 又和阔别多年的六老弟重逢 实在非常高兴 我们两老夫妻 另有俗事, 就此告辭 陳總舵主, 你娶了妻未? 傷未 如果你無情無疑, 付了贈劍之任 我這個老婆婆決不要你 老婆婆, 都說走了 你還在這兒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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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現在就走吧 走吧 大哥、大嫂, 你們去哪裡? 大哥、大嫂, 這樣就走了 世外高人, 多數都是這麼壞皮疙瘩 我答應皇上要去回報找我師父拿點東西 現在不如先去天牧山 看看四哥和十四弟的相識 然後再調破人手, 好嗎? 好, 走, 總舵主, 奉附 總舵主, 各位兄弟, 恭喜你們辦成大事回來 十弟 為甚麼只有你一個在這裡? 四嫂呢?四哥和十四弟沒事吧? 總舵主, 你放心, 十四弟他沒事 四嫂說要去找些好玩的東西回來 給四哥看, 已經出去兩天了 你們去路上沒有遇見他嗎? 四嫂真是大小孩 將來生了小孩, 難道又教他去偷東西嗎? 好, 我們去看看四哥 三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oubl人 她最討厭, 當妳們才無法替賴 她們有無法替賴 她們已經一會 她們真棒 她們還真棒 她們真棒 因為她們真棒 她們不放棄 她們也不放棄 她們成功 我們只是一直在想 跟著來的事情更艱辛 現時我想分派一下 九弟和十二弟去北京打探消息 以防皇帝悔虐, 兩位必須小心 是, 遵命… 常侍兄弟去四川雲貴 聯絡西南豪傑 是 八弟去蘇北碗南一帶 是 道長去西湖一帶 是 十三弟就去兩廣一帶 是 四哥十四弟留在這裡養傷 是 麻煩四嫂和十弟照顧 是 深淵跟我去回報, 各位認為怎麼樣 遵守臺子學歷 大家相約以一年為期 明年此時, 大家在北京聚齊 到時四哥和十四弟的傷都養好了 是 我們就共舉大事 好 我們共舉大事 好 金融武漢天地之書劍恩囚錄第十九回 姚秀寧監製曾月娥編道 金融原著陳七改編 主題曲由杜汶惠作曲填詞及主唱 李啟昌編曲 並且由 謝君豪、周國鋒、溫泉、黃祖南 謝月美、傅清偉、詩介強、李傑良 鍾一鳴、盧雄、劉雪明 宗泰、車心梅、曾永強、余世騰 周永坤、蔡浩良、華夫、澤耀輝聯合演出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竟已播放完畢 何時開始 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縱使在身邊 你我情難應 心 心似冰 感謝問 從何時開始 各走各路途已分清 絕使在身邊 你我情難應 心 心已倾 难你结局谁定 你可知我的梦 于天边远景 你可知我心已识 唯独对书中的灵 你可知我的梦 于天边远景 你可知我心已识 唯独对书中见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不得翻唱,不得翻唱 又未经许可,不得翻唱,"